可愛的動畫短片 介紹咀嚼與防止失智的關係 社區老人長了知識 以前我們都不知道說 牙齒的活動 尤其舌頭 可以幫助我們吞咽 可以幫助我們防止我們的失智 我覺得非常的好 對我們保健 老人保健是最健康的 落實社區老人照護 板橋慈濟新生理社區關懷據點皆碑 長輩是樂齡學堂的主人翁 學身體房間也共產聯繫情感 同樣的熱鬧聚會在永和的智光裡 則是在李明的資源回收站舉行 大家吹著自然風 寬度快樂時光 我們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客覽 不像別的地方 有社區裡面還能去什麼都很方便 但是怎樣大家來這裡 大家彼此認識 大家可以聊聊天 鼓勵長者若是環保 志工介紹5R 動腦也動手 等一下喔 你們看師姐都給你考試對不對 那是什麼動 動腦 對啊動 你們來的時候 師姐都給你開槓這樣做什麼 動腦喔 運動 運動 所以我做法 跟來共產都可以減環腦化 團康搭配健康講座 讓阿公阿嬤身心靈都得到書解 白新聞這上美志工台北報導 發動 鼻子